各位朋友大家好 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治理国家的套路 我们这里就盘点一下美国的两位总统川普和拜登 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们治理国家所谓治国理政的套路 川普治国理政的套路就是叫做主义思想先行 他的政治目标先打出来非常的明确 就是我们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川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就是说他要彻底改变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现状 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美国 就是川普先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什么完全先亮出来 造成一个政治的绅士 所以川普有自己的主义有思想 在美国政治上那是存在感非常的强 他是美国政治呼风唤雨的人物 很多人评论去年2020年的美国大选 那就是支持川普的人和反对川普的人的对决 和拜登其实倒没多大关系 虽然说川普已经卸任总统 但他在美国政治上的存在感还是非常的强 不仅有大量的贴杆粉丝 而且他对美国社会具有一个思想上的冲击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用一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 就是可以把川普和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来对比一下 毛泽东的口号就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他的主义啊思想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我们看毛泽东已经去世其实40多年了 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是毛泽东的阴魂不散 如果说我们把川普和毛泽东对比一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拜登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来对比一下 胡锦涛的政治理念呢那是不折腾的 就是他不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 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是维持现状不折腾 就是左派右派大家也都放弃斗争 大家和谐不要折腾 拜登1972年他29岁之后就当上美国参议员了 在奥巴马总统时代他又当了8年的美国副总统 可以说拜登从政差不多50年了 但是呢拜登在政台上混了50年 美国政台当中存在感他是非常的稀薄 和川普那样呼风唤雨存在感极强的政治人物 那是有天然之物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什么拜登思想拜登主义 如果有的话那拜登主义就是不折腾 就是维持现状 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胡锦涛拜登他们这个不折腾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呀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 就是在胡锦涛时期的中国 其实也存在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需要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年人们就很期待胡锦涛能够启动 中国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呢胡锦涛基本上没有动 就是不折腾 这里其实反映出来 胡锦涛这个人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要在中国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政治大变革的话 他自己的能力无法胜任 因为如果你要能够打破旧世界 建立新世界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需要非常强大的政治才能 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号召力 政治动员力 你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毛泽东川普都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才能 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动员力 但是呢胡锦涛拜登这样子 显然没有这种强大的政治才能 如果让胡锦涛来启动一个中国大刀阔斧的大改革 大变革 不管你是政治上的大改革 还是经济上的大改革 胡锦涛就未必能驾驭得了 这样所谓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大动作 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 启动了一场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大动作 他自己又驾驭不了的话 那国家就会乱套嘛 那就是一个灾难型的后果 因此呢胡锦涛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是驾驭不了 这种达到刻画的大变革 他驾驭不住 中国来一个整个社会的大变革 这个动作这个方向都是他驾驭不住的 就像中国老话说的那样 没有金刚钻 不要懒慈禧活 所以呢 胡锦涛选择维持现状不折腾 其实是他最好的选择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胡锦涛过去的十年 中国政治上经济上都很平稳 这也是胡锦涛不折腾这个政治的 就是不折腾的这个 他的这个所谓叫做 治国理政的这个套路的原因 那么在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之后 习近平其实过去呢 他从政治有三十多年啊 从习近平开始当县委书记开始 那么习近平过去在中国政治上的存在感呢 他是非常的稀薄 也缺乏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动员力 习近平主要是靠他这个红二代的身份 来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相比之下 另外一个红二代 薄熙来那比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存在感要强很多 他也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和动员力 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 他其实应该像胡锦涛那样有自知之明不折腾 就是干十年啊 主席之后就退休交班 这对于他本人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有些人说啊 到习近平接班的时候 那中国的腐败问题等等各种社会问题都相当严重 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平行而论呢 习近平接班的时候 中国的腐败这些等等社会问题确实已经相当的严重 确实是应该改革 但是习近平的政治才能和能力 他是驾驭不了那种大刀阔斧的大改革 他搞一点比较小型的小改革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搞那个改变整个社会面貌 换天就是改天换地那个大变革 习近平是驾驭不了的 毛泽东的政治才能是非常的强大 他也驾驭不了像文革那种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结果呢就是毛泽东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之后 最后他自己也驾驭不了啊 不仅是他自己灰头土脸没法收场 中国也几乎给搞崩溃了 我们看习近平的政治才能比毛泽东当然是差很远 但是他却要成为像毛泽东那样的伟大领袖 他要对中国社会来动大手术 结果呢当然也变成了瞎折腾 不少人评论习近平叫做智大才输 这个评论还是很精准 习近平想在中国社会来一个换天 就是改天换地那么一个大动作 但是他遭到的阻力是很大的 很多事情也是搞不下去 并不是他想干什么就能干得了什么 但是在外交方面 那习近平基本上不受什么阻力 不受干扰 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所以习近平在外交上不停的是搞出大动作 他想在外交上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 一举成为万人敬仰的伟大领袖 习近平这个外交上的设想 现在中国用就是北京官媒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 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 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 习近平在2017年的19大上报告 他就首次提出说是个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说法 在2018年午夜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这个大上讲话 习近平更加明确的提出了 他的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伟大飞跃 习近平说的第一次伟大飞跃 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华民族 从东亚定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说的第二次伟大飞跃 就是说邓小平率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说的第三次伟大飞跃 就是他本人要率领中华民族实现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伟大飞跃 习近平要让中国强起来 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世界影响力的 世界大国世界强国 但是习近平要让中国强起来 必然和美国就要形成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因为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强国一个大国 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二个强国 那就是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中美冲突那就是不可避免 因此习近平要让中国实现这个强起来的所谓伟大的历史飞跃 也就是实现他所谓的中国梦强国梦 那必然就要造成北京和美国的直列碰撞和激烈的冲突 习近平要让中国强起来 那就是不单单说从美国赚一点钱就可以了 他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中国要实现一个强国梦 在世界上就要有自己的地盘 势力范围就要有强大的世界影响力 就要和美国要有一个平起平坐的世界地位 这些都是美国根本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不管是川普也好拜登也好 他们都不可能容忍习近平说要让中国强起来 这么所谓第三个伟大飞跃的强国梦 过去邓小平是在搞这个韬光养晦外交 其实就是说中国我们富起来就可以 中国从美国赚点钱就可以 他没有和美国争霸的野心 就是当时的中国梦只是一个富国梦 他没有一个强国梦 那么美国对于邓小平这种让中国富起来的富国梦 他还不是太戒备 但是现在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 这个让中国富起来的韬光养晦的富国梦 他提出来要让中国强起来 要搞大国外交 亮剑外交 这样当然就刺激美国 美国就要把中国看成是最大的威胁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提出这个要 他要领导中国实现这个强国梦 其实就让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准 不管是美国哪个政党当政 他都要打掉习近平的强国梦 当然了 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说习近平提出这个中华民族强国梦 这个错了 这个强国梦是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强国梦你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来当基础 过去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以一个国家钢铁产量有多大 军队多少人有多少飞机大炮 但是现在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已经变了 现在军队打仗越来越不靠什么人多 什么人海战术 他拼的是高科技 我们看去年年初 美国用无人机对伊朗的将军苏莱曼尼实行一个斩首行动 美国没有出动一个士兵就干掉了伊朗的高级将领 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这种全新的无人的作战方式 那中国你要和美国拼国家有多强大 其实已经不是要拼军队有多少人 拼我们有多少飞机大炮 那种老式的飞机大炮在最新的高科技装备面前 那都是不堪一击的活靶子 习近平他要实现这个强国梦 中国就必须要有很强大的高科技的基础 虽然说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现在是实力世界第一 但是现在制造业已经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强大 你用落后的制造业制造出来那些落后的飞机大炮 那都是不堪一击的活靶子 你知道再多也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看现在中国的高科技水平 其实是根本不足以支撑中国要实现强国梦 本来习近平他要是延续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 只是目标实现中国富起来的富国梦 中美之间并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冲突 而且现在中国富起来这个富国梦的任务其实远没有完成 就像李克强说的那样 中国还有6亿人 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 那离的富国梦差得还很远 所以中国要真正实现富起来这个富国梦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 如果习近平像他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那样 闷声发大财不折腾 那么让中国在富起来这个富国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中国现在的情况会好很多 但是习近平他等不及 他就要制大财数 他要当伟大领袖 在中国还不具备这个强国梦 不具备强起来的这个国家实力的情况下 他提前要让中国实现强国梦 作为第三个飞跃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你要强起来 要身为世界强国 可美国就形成一个不可调携的 就是说不可能避免的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习近平的这个强国梦啊 不但实现不了 很可能中国的富国梦从此都要给中断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